歡迎回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這一節我們會和郭Sir一齊解答家庭觀眾的問題 如果大家有任何投資問題 快點帶來2046566和郭Sir聊天 這時間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袁小姐 袁小姐你好 我想問銀魚金沙有關 是 銀魚是5165千元 是有2千元 是 高位置占下來 現在這麼重要 如果是紙盤的月差 就不是賞錢看的月差 是 金沙是605元 是千月股 是 現在很多人不知什麼事 金沙是78.7元 有2千元 即是用得 這場是在過去的月差 是好的結果 是 謝謝 好 我們先看看兩隻豪島股 正如剛才袁小姐所說 今天兩隻豪島股跌得多急 暫時兩隻叮噹碼頭 欠的是最大跌幅的藍籌 現在銀河和金沙都跌了超過2% 分別在56.5元和53.2元 郭Sir 豪島股走勢非常差勁 還說要跌 其實你可能少看我的節目 這個節目在一個多月前 已經在說 即是博彩股要跑輸大股 其實不用看技術上的走勢 走勢當然是差 但走勢為何會這麼弱 一定有個原因 中央的政策是有變的 包括去澳門博彩人士 本來的簽證是7天 現在只有4天 不是只有3天 對不起 只有3天 變成你去澳門旅遊 也好休閒也好消費也好 只是住少住酒店 你住少了4天 你吃少了10多餐 你購物 消費的時間也少了幾天 你在澳門的博彩業來說 博彩收入是佔最主要的原因 但是你還有酒店 你還有餐飲 你還有零售 全部都受影響 最重要是 銀聯卡 路卡的限額 在防止洗黑錢的情況下 都受到規限 只是這兩點 對博彩來說 已經是一個負面的衝擊 加上再早前 有些踏馬仔 出現一個走數的事件 據聞涉及金額 幾十億到一百億 你想想大部分博彩的賭廳 過去就依賴貴賓廳 但是在反貪反腐之下 加上經濟下降 貴賓廳的業務已經不如前 然後大家就發展中場 其實中場是牽涉到放數的 如果有些踏馬仔出事的事件 會令到中場的政策一定收緊 加上旅遊人士的簽證又少了 這就最自鳴傷了 我去澳門玩玩七天 我要住七萬酒店 我要吃多少餐 花多少錢 我預計了一條數 但是你去得三天 對一些旅遊人士來說 那三天好像不夠 索性就不去 或者去到的時間 你都變成你住少的酒店 你消費是少了 賭卡又不給賭那麼多 所以一眾的博彩庫 技術上的表現 暫時來說是處於一浪低一浪的形態 如果你看回金沙 其實現在這一分鐘 一個月的低位是五十元五毫子 這個防守性可能會受到考驗 至於銀魚一個月的低位是五十四二毫半 這個也可能會受到考驗 相關的股份第一 就不應該再加住 第二 其實真的要說回頭了 在這個節目上一早政策出來 已經在說大家不要抱大大的衝擊 但是那一分鐘一隻銀魚都上回六十元 金沙都上回高位 如果你在那一刻來說 既然基本因素有變 股價就回上來的話 最好趁機會在那一刻 減持或者套現 已經錯失機會了 第一就不要再加住了 至於你說需不需要止蝕 給個價參考 如果拿銀魚來說 五十四二毫半是一個月的低位 跌穿了理論上就要止蝕 至於金沙更加不用說 五十五毫只是一個月的低位 跌穿了同樣要止蝕 到底能不能夠捱下去的話 就真的看自己了 如果你遠一點 說時間來一點 政策有一點放行的話 到其是博彩菇又會再升購 不過不是現在的一刻 你記得 郭卓Sir參考 止蝕價分別就是金沙是五十個半 而二十七號銀魚是五十四二毫半 另外袁小姐也買了另一隻股份 就是有幫保險1299 這隻幸好一點 他正在賺錢 現在暫時股價升到三十九五千 這個位今天升了百分之一 一直都逼近近52周的位 四十個一毫六這些位 這隻股份是否應該拿著 等它破頂呢 你可以等它破頂 因為二十倍的市盈率 都還是比較可以接受的 事實上來說 有幫的業務 集中在亞太區 最近來說 大家都知道 雖然美國一路已經逐步逐步退市 但直到現在這分鐘 根本上還是不斷向市場上注資 只不過是注資金少了 流動性貨幣這麼充裕 是絕對有利有幫的業務 亞太區是進一步發展的 可以這樣說 現在要看大市 因為作為恒指成份股 有幫佔的成份比重 都不會太小 如果市一路咬著高台 的確有條件進一步向上行 甚至試一試 一個月的高位39.5元 繼而再嘗試40元多一點 這是一年來的高位 但你要記住 如果市有機會再向下行 或者正式跌穿10天線 或者進一步穩低位的話 有幫股價都會跌 如果說防守性在現在這分鐘 有幫肯定比銀魚和金沙中國好 我只能這樣說 好 我們聽聽下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Kenny在這裡 Kenny 你好 兩位好 你好 有什麼幫到你呢 我想問郭Sir 今天呢 2.82元 進入了1938元 這個股份 是 這個股份可以看到哪多呢 好 看到暫時 朱光鋼的股價呢 都是在Kenny買入價位 2.82元 這個位置 這陣子之前都說了 中俄那邊的 俄氣東書這個 這個協議出來了 都刺激了一眾管道股炒上 這個消息現在在2.82元的 朱光鋼管道反映了沒有 郭Sir 初步來講的確升了不少 有近期2.1毫半 到現在這個高位2.93元 大概二十幾個巴仙 技術上的表現不單是轉穩 而且有逐步向上行的格局 鋼管來說 他和聯索都是做同一類的東西 但聯索技術的水平可能好過去一些 因為聯索能夠做三公尺直徑的一些鋼管 技術的要求這方面是相當高的 因為珠光鋼管其實來講 你看回現在這一刻 雖然股價藉著這個協議 是有機會做一做上去 但以往績來說 他的走勢老老實實 我覺得是走快了 不過無論怎樣都好 恆生指數走在十二十五十篇線樓上 同樣如是 現在最重要的是十篇線 十篇線大概是2.75元 你記得是2.75元 不跌穿的 有機會做好一點 絕對不出境 但低位上來的幅度已經不小 慎逢大肆有反覆的時間 借地會觸及十天線 一跌穿十天線 一個比較正常的調整 是會出現眼前的 大跌的機會 我想就不是那麼高 但股價暫時的上升勢頭 會稍為受制 初步的阻力是2.95元 但無論怎樣都好 看2.75元 十天線的支持 一旦跌穿了 情況就不是那麼好 小心點 好 再聽下位家庭觀眾 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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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你分析一下 看到黃黃 建行和中國人秀 三隻都幾不同的板塊 兩隻就可能和中資的股市 敏感度高一點 和我們經濟敏感度高一點 一隻就是歐美經濟 應該怎樣分析呢 三隻來說 其實以現在來說 基本條件是和黃最好的 雖然屈臣市不能成功分拆 但不代表兩年後 不會有舊事重提 況且和黃的業務 不但騙全球 也可以說 核心業務的價值 是遠比我們預料中為高 如果可以的話 和黃我覺得應該是中線持有 近期市有少少高台整顧 萬一市有少少反覆 真是有一個比較有幅度的調整 作為恒指成分股的和黃 都會受到影響 但這是技術上的表現 你不需要太過界懷 升升跌跌 其實我們見得多了 一日未正式有大突破之前 大市始終來說 都是上落代變 至於建行 現在還有錢賺 你可以考慮在除淨之後 收了息 看有沒有辦法做好一點 尷尬的地方是甚麼 就是恒指成分裏面 公行、建行、中行價值 三隻加起來有14.5% 市向下反覆回調的話 作為恒指成分股一定受影響 還有互聯互通機制之下 我們香港的建行H股股的股價 是高於內地的A股 將來歷史為來的問題 一定要解決 我自己覺得A股會做好一點 而H股略為會順一點 解決了這個問題之後 遠景一定是好的 如果可以可以的話 我覺得建行應該是中線持有 剩下的是中人秀 中人秀過去在A股投資那邊 超過1800億以上 A股的表現都不需要我多說 所以中人秀在投資收益方面 一直都欠理想 還有一個問題 香港這邊 中人秀的股價是21.3% 內地中人秀的A股 大概是14.5% 計算人民幣匯率因素 只有17.5% 即是香港的H股 是貴過內地的A股 接近20% 這個同樣道理 在未來一段時期 會慢慢收定 25.5%買回來 就略為高一點 如果可以中線 就開中線 三隻來說 如果論次序 比較硬正的是和黃 第二是建行 第三是中人秀 如果三隻當中有兩隻賺錢 一隻暫時賬面上有虧損 不要緊 互聯互通開車之後 對港股來說始終是正面 只不過短期的陣痛 你要暫時先忍忍 如果不是做孖展的 開貨不是全副身家 問題不大 如果真的的話 就盡量回套 因為放置市 現在要看十天線的支持 一旦失手 世界杯期間 市可能會少少反覆 這點要留意 好嗎 好 再聽聽家庭觀眾 溫小姐電話 溫小姐你好 你好 郭Sir你好 你好 請問哪隻股份 1.270 我3.6日3晚 現在直接破了3.6日 應該怎樣部署 好 郭Sir看到朗亭酒店 做了酒店業務 看到自由行這陣子 有些退息 做酒店業務 會否差一點 酒店商場都會退息 因為現在 不要說零售銷售那些 不是板塊我不說 但酒店業 如果你真的香港政府 有計劃 或者會採取一個 人流方面的折 如果是折的數目去到15-20% 酒店業一定受影響 其實不用措施出來 現在我感覺到街道已經疏落了很多 據聞一些零售銷售受影響 乘搭的士 跟的士司機談一談 現在的生意難做了很多 其實已經立光見影 作為市道好的時間 朗亭酒店 其實一直持續下去 沒有問題 Risk收益很穩定 但如果你自由行 或者相關的旅遊人士 到港少了的話 酒店業一定受影響 一個月的低位 是3.57% 這也是一年來的低位 老老實實 一旦跌穿了 應該就是減持或者止蝕 當然息率是不差的 有5厘的 但是如果你說業務 有所逆轉的話 老實說 收益會不會維持得到 我也誠疑問 我給你一個圖看看 已經知道了 技術上處於一個肉視底的格局 現在這分鐘跌離了50天市 已經是一段距離 如果有機會走高一點 最少當然無所謂 初步阻力是3.68 不過這個3.68 暫時來說 要嘗試 也不是那麼容易 反為3.57% 近期的低位 或者一年的低位 一旦跌穿了 逐沉底 任何環境 不要再加 因為基本因素 已經轉弱了 郭Sir,各位家庭觀眾鄭先生 他發電郵來問3隻股份 他說3隻股份是03年底時買的 分別是比亞迪 平均價是32元 而這個688中國海外 平均價是21.5元 這個914安徽河落 是27.7元 看看今天暫時的股價 比亞迪都賺得多 41元多 這個688暫時捱少少價 19元多 而914安徽河落 跟他的買入價差不多 27元多 這個水平 三隻股份 一隻平手賺一隻錢 應該怎樣部署 其實最重要是看基本因素 電動車在內地的發展 其實來說 我覺得市場的空間是很大的 但是作為比亞迪 其實有很多地方 都算是不成熟 包括汽車的加電 充電的時間 以及就算充足電 一部車大概在城區 走二百多公里 這是規範了一些遠途的應用 但無論怎樣也好 概念是有的 況且在內地政府也希望多些 用一些生能源的 一些汽車或者一些電源 我覺得應該還有一個炒作的機會 只不過市場氣氛比較薄弱 所以暫時來說 好像走勢都會受到規限 一個月的高位是42.3 暫時處於上落代變的格局 如果你是拿貨少就無相關 拿貨多的就考慮一下 需要否定下止賺位是40元 一旦跌穿了 就盡量賺一點 比亞迪的股值 其實現在這一分鐘 相對來說還是高的 914安徽可樂水泥 其實也是我其中一種 看得比較好的水泥股 和環潤水泥1313 我一直都有推介 但這個推介是很早前的 相對我推介的時間 914安徽可樂水泥 已經升了差不多20元一股 推介的時候還是20元21元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的安徽可樂水泥是27.25元 內地大概21元左右 有一個日價在 水分在 就算算是人民幣的匯率因素 香港這個H股也略為高一點 在互聯互通的機制下 有機會略為收定 如果你說基本因素那方面 不需要我多說 8000億的鐵路運基建項目 已經提案 已經推出了 鋼材和水泥的需求 都還是很大 如果要選水泥股 首選都是按廢害樂水泥 只不過市場氣氛比較薄弱 還有有AH股差價 有機會拉窄這個問題 令到股價暫時來說 是儲有波幅沒有升幅 有反彈沒有大升之中 不介意等等就無所謂 如果拿貨多的話 我覺得暫時來說 沒有太多的憧憬 至少短期 AH股差價未解決之前 是沒有太大的憧憬 郭Sir 還有6800 21.5元買了 一路聽你所說 你都幾看好龍頭的內房股 但現在和他的買入價 已經大約有一成的差距 這個時間是否應該先行止蝕 其實如果拿貨不太多 我都不建議止蝕 去年賣樓超過1200億 其實作為央企 我認為在這麼多內房股當中 我是看得最好的一隻 因為只要政策有少少是下行 或者有少少是放慢的話 或者有那麼多扶持的效應出來 6800會比較敏感 土地準備足夠 而且債務比較少 最重要的是央企 其實在環境越艱難的時候 它的防守性就是越強 如果可以中線的 就繼續中線持有 我不覺得內地政府 會等機會讓樓市大跌 相反來說 我覺得它不讓它大升 但同時也要維穩 因為很明白一件事 如果資產價格跌得太多 是會製造負資產出來 負資產普遍 一多就會打擊消費 一打擊消費 你怎樣抗來稅 你怎樣維持經濟增長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 不是說不讓樓價跌 不讓樓價升 而是盡可能穩定的樓價 不讓樓價出現人為性的失控時間 出現一個下跌 其實內地有些二三線城市 發展商等錢用 想減價促銷 都限定你可以減15% 你不可以減多 你減多你先問我 因為影響到其他資產價格的走勢 可以的話繼續中線持有 老伯伯沒有太大問題 好多謝各位家庭觀眾 打電話和發電話 來問問我們的問題 當然也好多謝郭Sir 搞得口乾幫我們 搞得這麼多問題 剛才說過這麼多股份 郭Sir你哪有持有的 我持有內房 我持有內銀 但我沒有持有688 沒有持有健康 好 謝謝郭Sir 這節時間來到這裏 稍後會到全日總結的時間 為大家看看全日港股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待會再見